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卢宇 Coac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拉梅洛鲍尔 他真的是一名篮球艺术家 在他的身上 卢宇看到了一名球员的影子 杰森威廉姆斯 每一个传球都充满着灵性 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这名新秀 没有出现所谓新秀撞球的情况 反而持续交出了亮眼表现 对于很多新秀来说 NBA的赛场 需要他们适应一段时间 只有少数人没有这个困扰 而拉梅洛鲍尔 就是其中之一 身体很瘦弱 投篮命中率也没有十分亮眼 总不能是靠着传球和突破 就能打出如此亮眼的表现吧 其实还真的是 与其他新秀不同的是 三球的球伤真的非常出色 这就导致他很多传球选择 突破时机的选择 总是能为球队创造有效机会 而且 他在NBA熬联赛的经济 帮助他提前适应了 职业联赛的比赛节奏 虽说与NBA有差距 但对于球伤高的人来说 在哪里打球并不重要 他总是能出现在合适的位置 今天 就要卢宇为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能够无视新秀撞墙 如何用不一样的穿球和突破 适应NBA的比赛节奏 首先 三球的基础功非常扎实 他有着出色的运球技术 并且在突破过程中 无论是护球 还是篮下终结的手法 都非常的娴熟 而且篮下得分效率很高 三球的左右手终结能力 非常的均衡 这其实很重要的 如果是右撇子 从左边突破 在右手上篮 那感觉真的非常别扭 这样会直接影响上篮命中率的 所以说 很多人在防守时 会根据对方的习惯上 选择站位 如果你是右撇子 我就主防你右侧突破 有心理准备和没有准备的防守 完全是两种效果 这其实就直接导致 三球的突破很具有威胁性 毕竟防守真的不敢躲 他一定会从哪边突破 在任何华丽的背后 扎实的基础功 一定是必要的 但三球具备了传球 突破 投篮等基础能力 剩下的 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了 其实有着2米03升高的三球 速度依然是他的优势 他的持续跑动 可能没有失落的那种速度 但是他的第一步 非常的快 这是突破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平时都会说 一步顶上波 突破的第一步 直接影响着突破的质量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面对速度水平 差不多的防守时 往往会做出一些变相的动作 晃开防守的重心 来获取突破的空间 一切的突破云球技术 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过掉防守者 当你速度足够快时 大可不必做出那些繁杂的运球动作 直接一步过掉就好 比如说这一球 我们的目光 第一时间可能会聚集在 他漂亮的拉杆动作 但最关键的 还是利用速度的优势 将防守者甩掉 不仅仅是第一步 NBA有着很多第一步快的球员 时机也很重要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突破前的状态 三球有个习惯 他在突破 瞬间跑回加速之前 整个人是偏放松的状态 当他准备起步时 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将重心较低 并以极快的速度 迈出第一步 因为防守球员 他不清楚 你会选择什么时候突破 如果你降低重心时间过久 他就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也能跟得上你的突破 所以第一步 并不只是速度快 重心也要降得快 在NBA 光有速度优势可不够 突破最大的威胁 不在于篮下终结有多准 而是你的突破 让防守琢磨不定 就像是三球 不仅仅有着娴熟的上篮 他还有着超高的传球能力 如今NBA 很多成熟的突破手 会掌握一定的传球能力 但这听上去并不是很难 只不过是在上篮过程中 能够找到队友 把球传出去就好 没有这么容易 很多小伙伴应该深有体会 当我们突破时 斜方球员捧上来 逼迫我们不得不传球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传到队友受伤 因为留给我们思考时间 实在太过短暂 只有空中那点时间 而且NBA球员 不管是速度 还是他们的切入时机 你要在突破时考虑个这些 并把球精准地传到他们手中 还要保证不被防守干扰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三球很擅长处理这样的问题 在他的个人基金里 出现很多这样 在突破过程中 将球精准地传到队友手中 还能做出一些非常漂亮的动作 比如这一球 三球的跑位时机也很重要 无球的时候 用脚步就将对手晃开了 反跑的进攻上 真的非常适用 当反跑的三球准备上篮时 面对中分的协防 很好的将球保护住 并成功揣到队友手中 突分 这个动作 每个NBA球员都会完成 只不过他的下限和上限 就取决于球员的临时反应 和扎实的命中率 不仅仅是突破分球 三球的很多纯球选择 都很恰到好处 当时2月份的数据显示 三球场均可以得到6个助攻 位列黄峰队内第一 黄峰的持球手很多 海沃德 罗切尔这些球员 但是一名新秀的助攻 能成为队内最优秀的球员 除了有一定的战术地位 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 三球并不是队内的 绝对持球核心 黄峰队持球点比较多 这对于三球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球队所有的组织任务 不需要由他一人承担 当然 我并不是说 他没有能力承担 既然有队友帮忙 三球就可以慢慢进步 容错力就会大很多 黄峰这支球队 像海沃德这样的核心球员 无论是终结能力 还是无球进攻时的 那些意识都很强 整体打法 以不断突破分球为主 这一点真好和霸尔的打法 不光而合 所以 黄峰的进攻流畅时 在结合三球华里的传球手法 观赏性就很强 所以说 不仅仅是他的实力出众 三球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正好到一个 可以彰显他优势的球队 让他大展身手 当然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只是进攻 三球的协防和强断意识很出色 这样他的球队防守端 也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进攻突破时 三球并没有及时去协防 而是优先盯防自己负责的进攻球员 等到进攻突破时 会下一日移动到进攻传球路线上 并保证所处的位置 能及时提供队友帮助 当然 三球也没有完全适应NBA的节奏 其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身体对抗 虽然NBA遥有着相当的身体对抗 但也没有NBA强度高 并且三球无论是突破 还是组织全球时 吃到了不少身体强度不够的折磨 不说突破了 想要作为一名合格的持球大核心 拥有足够的身体强度才是根本 如今的NBA 多数的持球大核心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身体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封线者员都会作为发牌员 但这也是新秀的通病 另外一点 我们不得不说布尔家族遗传技能 他们的投篮 三球的投篮姿势 也有些与众不同 并且 他的三分命中率并不突出 突破的三分线内 多数会选择抛他的技巧得分 如果没有稳定的投篮技能 上线不会很高 但三球这个赛期并不顺利 不仅遭遇了伤病 付出后的表现也是十分挣扎 但卢宜相信 休赛期好好调整一下 以后三球有足够的实力 证明自己是一名初死的球员 毕竟打球这么帅气的球员 谁不想他可以变得更好一点呢 今年的季险赛 可谓是伤病连连 刚刚付出的西安脚踝扭伤 索性并无大碍 让人虚惊一场 但是 下落他的三球 拉梅洛布尔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和其才队的一场季险赛中 三球在一次突破的过程中 不慎左脚扭伤 随后球队也是宣布 三球遭遇脚踝二级扭伤 预计将缺席常规赛的开始阶段 不得不说 看到天才星星受伤 总会给人一种惋惜的感觉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拉梅洛布尔 他到底是个什么水平的球员 攻防两端 有着什么样的表现 拉梅洛布尔 一位从进入联盟开始 就相当亮眼的星星 他是历史第四年轻的全明星球员 在他名字前面的是 魔术师约翰逊 科比布莱恩特 和洛布朗·詹姆斯 拉梅洛的进攻才华 他天马行空的传球 他的未来 根本不需要另做说明 每一个人都把他的优点看在眼里 所以比起他的优点 我们更应该来说说 拉梅洛布尔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个人进攻方面 相比于传球 拉梅洛布尔显然是有些短板存在的 来看一下数据 你就能感受到 三球的传球组织有多么优秀 他拥有让身边的队友 都变得更好的能力 上赛季在他的带领下 夏洛特黄蜂队 场军得分联盟第四 每场好取 115.3分 他们的场军助攻数 更是来到了联盟第一的位置 每场能有28.1个助攻数 球队里有7个人 场军得分上双 而拉梅洛布尔本人的助攻率 34.2% 也排在了联盟第八的位置 很显然 拉梅洛在作为一名球场指挥官的位置上 绝对是合格的 并且是超高效的 接下来分享一些高阶数据 我们感受一下拉梅洛的高效率 EPM 目前最准确的球场影响力评估数据 拉梅洛布尔的数值来到了正2.8 超过了联盟91%的球员 在进攻端的OEPM更是有正的3.0之高 超过联盟95%的球员 勒布尔也是目前认可度较高的影响力高阶数据 他在进攻端1.72的数值 排名联盟空位前15 综合攻防则排在20名左右 这两项高阶数据都显示 拉梅洛布尔在队内排名都能挤进前3 很显然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 不过 夏洛特黄蜂队的阵容 需要他做到更多事 黄蜂队 除了戈登海沃德和普拉姆利 剩余的所有球员 全都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每个人都能攻击 但球队却缺少了一个主星骨 拉梅洛在常规赛出色的侧影和反击能力 让每一个黄蜂队的球员 都能够在体系当中发光发热 但是 到了第四节的决胜时刻 到了生死战的时候 当对手针对性补防 稳扎稳打 不给反击的机会 拉梅洛布尔的局限性就出来了 黄蜂队也乱了 他们群龙无首 所以 这就是进攻火力强大的黄蜂队 两次折戟附加赛的主要原因 他们在2020年 惨败给步行者27分 在2022年 又输给老鹰队29分 很显然 拉梅洛布尔在进攻方面 还不足以当一名攻坚手 先从他的篮下进攻方面说起 毕竟三球 可是现役联盟最高的控球后卫 没有之一 他的注册身高是201厘米 但他的实际身高 在进入联盟之后 绝对涨到了203厘米以上 这是天然的错为优势 也让他在篮下终结上 应该能更轻松 但是 现实情况是 他的篮下终结情况并不好 上赛季 拉梅洛布尔在禁区 及4英尺内的投篮命中率 是54% 在所有控球后卫中 只能超过20%的人 这显然是不够好的 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开发出备身的技能 也很少有接队友传球的切入得分 他的篮下出手 大部分来源于突破后的上篮或者抛投 说到突破 自然要谈起运球 运球是拉梅洛布尔核心的优势点之一 在2米以上的运动员里面 保罗乔治 特雷西 迈克格雷迪 凯文 常常被讨论 谁才是最好的运球者 而现在 拉梅洛布尔绝对值得 加入这个讨论行列当中 三球可以做出 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运球过人动作 无论是流畅的跨枪运球 体前变相 还是托尼帕克式 炸球转身过人 凯里欧文式 甲背身运球 真转身过人 甲马尔科劳福德式 快速两次背后运球过人 德维恩韦德式 人球分过 看运球的速率 人球结合之完美 完全不像一个 拥有这样身高的球员 他在NBA解释员的口中 被形容成 职业赛场上的接球手 这足以证明 他的传控能力了 在他的身上 你能看到 辨识哈达威 和魔术师约翰逊的影子 并且 拉梅洛布尔的第一步 爆发力和利用 挡差能力都非常出色 过人对他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过人之后的终结 他的问题就很大了 2021-2022赛季 拉梅洛布尔 场军持球突破13.8次 黄锋队内最多 全联盟第18位 但是 在杀入禁区之后 拉梅洛布尔的命中率 只有44% 这个命中率 在全联盟场军突破 超过10次的球员中 排名倒数第6 为什么拉梅洛布尔的 中协能力这么差 很多时候 明明他都已经甩开对手了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体重 201厘米的身高 注册体重 却只有81公斤 并且在联盟磨练之后 肌肉也没有太多增长 这个体重 对于他的身高来说 实在是太轻了 要知道 185厘米的特雷扬 也有80多公斤的体重 而对比和鲍尔身高 差不多的那些球员 像迈迪 乔治 凯尼安 他们的体重 都在100公斤以上 这样单薄的身板 鲍尔篮下对抗能力弱 就理所应当了 在对抗能力弱的同时 拉梅洛布尔也不喜欢对抗 数据显示 在场均13.8次突破的情况下 他突破造成的罚球 场均只有1.1次 这在联盟突破超过10次的球员中 排名倒数第八 很显然 比起追求身体接触 制造犯规 拉梅洛布尔更喜欢在空中 闪转腾挪 拉杆换手上篮来躲避风盖 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拉梅洛布尔的 终结手段单调 尽管他是一名 左右手全能的球员 但是 在左右手上篮的选择上 他显然更喜欢左手 并且在命中率上 他的左手上篮也更高 拉梅洛布尔的右手 终结手段就很单薄了 基本上会选择抛头来作为守卫 在对抗加强 压力增大的时候 抛头显然是缺少一些稳定性的 这样的终结 让拉梅洛布尔的挡拆战术直行 也会受到影响 虽然他出色的出球能力 能掩盖很多他终结上的缺点 打出比较好的挡拆效果 但是在制造后卫 对内线的错位得分方面 拉梅洛还是不够出色 胜赛期的他 场景发起7.6次挡开持球 但是当自己出手时 命中率只有40% 这在联盟所有挡拆持球人中 是倒数的 拉梅洛布尔的投篮是非常出色的 他的接球投篮有效命中率 是惊人的63% 其中三分命中率42% 接球投篮得分全队第一 有效命中率全队第二 他是黄蜂队当之无愧的最出色的射手 他的射程能够覆盖球场的任何区域 不过他的持球投篮效率确实不高 45%的有效命中率排在队内第五 虽然他场均能通过持球投篮 得到5.6分全队第一 但是这个产量和效率 放在全联盟只能排在30名开外 他的问题就出在他的出手选择上 大量的超远三分球 让他的效率变得低下 或许对于球队大脑来说 这样的出手需要再争处一番 而在中距离投篮方面 更是符合年轻一代球员的特点 那就是在中距离技能方面的匮乏 拉梅罗鲍尔是一个出手极为魔球化的球员 他在三分线外和内线的出手加起来达到71% 20%的出手来自于中近距离的抛投 在10到16英尺 他仅仅有10%的出手 这样的投篮选择到了季后赛就是一个很大的短板 那些中锋在面对拉梅罗的挡拆时 可以肆无忌惮地选择蹲坑式的防守 反正你的中距离也惩罚不了我 总的来说 拉梅罗鲍尔是非常出色的进攻球员 他在全球组织能力上尤其出色 他拥有着联盟顶级的抓机会能力 不过他的中间能力和中距离投射能力确实还有待提高 高行商的说法就是 他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空间还很大 他的三分投篮选择也有待商选 夏洛特黄蜂想要走得更远 拉梅罗鲍尔必须进化 毕竟夏洛特这样的小球士 想吸引一道明星加盟太难 在休赛期他接收到采访被问到一个问题 你认为休赛期自己哪一方面需要提升 他说 每一方面 投篮能力 防守 控球 所有事情 我要在所有方面都做得更好 正如这句话显示的那样 拉梅罗还要更多的进步 最后卢瑜想说 在NBA中 控球后卫比起其他位置的球员 他们的进步到生涯的一个最佳形态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并不是说 控球后卫比其他位置有更加繁杂的技术要求 而是 一个成熟的空位 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的脑子 对于比赛的理解 而这其中 像三球这样 传球至上的空位则更是难上加难 他们需要更多的场上理解力和阅读力 坑爹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 但是 坑儿子的人和事就比较少了 不过联盟里还真的就发生了坑儿子的事 没错 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 就是大名鼎鼎的球爹 可以说 球爹凭借一张口无遮拦的大嘴和无数堪称经典的言论 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增加儿子的曝光度 只是方式确实有些让人大跌眼镜 球场上还是得靠球技术化 好在 除了二球的NBA生涯有些坎坷外 大球和三球发展的都不错 尤其是三球 在黄蜂打得有深有色 并且为人也很低调 远没有球爹那般张扬 连他自己都对媒体说 我父亲说的话只代表他自己跟我无关 那么今天 就让鲁鱼带着大家走进三球 拉梅洛鲍尔的世界 一起来谈谈这位乔丹清点的后卫 提到拉梅洛鲍尔 就不能不提他在高中时代的单场92分神迹 那是一场高中联赛 拉梅洛鲍尔全场狂砍92分 并在最后一截独得42分 震惊了全美 球爹更是看到了无限美好的未来 而拉梅洛鲍尔虽然一战成名 却很少有人了解他砍下92分的真正原因 那场比赛开始之前 大球毕业 二球受伤 所有重弹都压在了三球身上 并且上一场他们刚刚被终结了连胜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拉梅洛鲍尔迎来了大爆发 最终全场61投37中 一局砍下了92分 赛后他急松松地发推特 转发自己92分的新闻 起初别人以为他是在炫耀 仔细一看才发现 他的内容关联了一个需要捐助的信息 他是在用自己的流量来引导大家捐助 而这才是他打出恐怖数据的真实原因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拉梅洛鲍尔勤奋 低调 训练刻苦 也不用觉得太惊讶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 在他的世界里 篮球是纯粹的 高中毕业之后 他没有选择进入大学去打NCA 而是和哥哥二球前往了立陶宛 打起了职业联赛 那时的拉梅洛鲍尔在场均12.8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可以得到6.5分和2.4次助攻 然后又转战到了少年篮球协会 这是一个由球跌拉赞助创办的联赛 拉梅洛鲍尔不复跌往 交出了场经40加三双的数据 在那之后 他又加盟了澳大利亚篮球联赛 直到2020年参加NBA选秀 并与首轮第三胜位被下落头黄蜂选中 开启了自己的NBA生涯 早在进入联盟之前 人们就对拉梅洛鲍尔的得分能力非常有信心 毕竟单场92分实在是过于震撼 来到NBA之后 目前的他也确实展现出 成为一位优秀射手的潜力 场经命中2.9G三分球 能排在全联盟第19位 并且38.9%的三分球命中率 可以位列全联盟第40位 但是 除了外线投射能力得到肯定以外 拉梅洛鲍尔再无其他 可以拿得出手的个人进攻补器 他的身体爆发力有限 移动速度也非常一般 这使得他在突破时占不到什么便宜 大部分时间都是依靠2米0米的身高 在急停跳投或者卡住身位上篮时 规避防守球员的干扰 这使得他的篮下终结能力不是很高 58.7%的篮下命中率 可以说拖了他进攻效率的后腿 54.8%的真实命中率 也只是联盟中上游水平 在联盟63位使用率至少25%的球员中 他只能排到第54位 而在39位场均至少20家的球员中 他也只能排到第35位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挡拆能力需要提升 每回合挡拆0.79的得分 仅隐先于联盟35.5%的球员 在28位场均至少发动7次挡拆的球员中 他的效率是最低的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拉梅洛鲍尔的快攻能力相当出色 场均3.0分的快攻得分 能排在全联盟第12位 此外还有87.2%的罚球命中率 只是这些不足以支撑他成为巨星 缺少稳定的自主得分技巧 成为了现阶段限制他发展的最大因素 这也使得他在关键时刻 难以挺上而出帮助错队 据统计 在第4节或者加时赛最后5分钟时 比分相差不超过5分的比赛里 拉梅洛鲍尔的整体命中率 仅仅只有26.5% 在所有球员中仅排到204位 三分球命中率更是只有惨淡的16% 在场上的正负值为-0.1 这样的表现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球队领袖的 另外 在串联球队方面 拉梅洛鲍尔必须提升自己 虽然场均7.9个助攻看着非常不错 并且 布什会有经验全场的秒传进入各种5加球10加球 但他每场3.3次的失误 使得他的助攻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陈色 2.3的助攻失误也只能排在联盟第92位 因此 稳定的节奏与控场 就是他接下来必须专注提升的地方 如果说进攻能力决定了拉梅洛鲍尔的下险 那决定他是否成为顶级后卫 甚至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的重要因素 就是他的防守 进攻赢得比赛 防守赢得总冠军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 拉梅洛鲍尔的防守真的做得不够好 防守技巧先不谈 但是他的防守态度和防守习惯 就已经在无形中把他的防守拉低了一个档子 拉梅洛鲍尔在防守时明显不够认真 甚至会出现眼神防守的情况 在联盟统计的所有球员的防守效率里 拉梅洛鲍尔的防守效率值仅仅只有112.5 排名全联盟第268位 这一数字严重影响了他的贡献值 使得他的个人净效率只有1.5 这在联盟中实处在一个中游水平 除了这些 拉梅洛鲍尔还需要改变华尔布什的球风 在球场上取得胜利远比取悦观众重要得多 曾经的洛杉矶快艇坐拥顶级空位克里斯保罗 以及能飞能跳的格里芬和小小丹 在比赛里各种空间满天心 但是那几年球队的战绩始终得不到突破 拉梅洛鲍尔要学会吸取这样的教训 华丽的传球会让他成为球场关注的焦点 但是不会为他赢得比赛的胜利 所有能走到最后的球队都是稳扎稳打 力球少犯错 不犯错 尤其他打的位置是控球后卫 作为球队大脑的他 必须时刻保持谨慎和冷静 不然很难带领球队走得更远 龙多是一个他可以学习的球员 虽然龙多得分能力一般 但是经过在绿军时期 在三巨头身边的磨练 龙多的球场指挥官特质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除了自身的助攻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对球队战术的各种邻国应用也是一大亮点 从目前拉梅洛布尔的表现来看 他同样具备这个潜质 现阶段他与各个朗索布尔相比 还显得不够成熟 很多时候我们在他身上 看不到那种必须拿下比赛的决心和霸气 他更多的还是在关心自己的发挥 这种情况应该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和比赛经历的增加从而得到改善 毕竟自打他进入NBA后 黄蜂还没有打进过季后赛 而且也没有打进季后赛的压力 毕竟 以黄蜂现在的阵容配置 如果真的打进了季后赛 也更多是一种惊喜 所以 拉梅洛布尔还没有体验过 那种刺刀剑红的赛场拼杀 那种令人窒息的强硬防守 以及那些在季后赛 才真正亮出自己找牙的可怕对手 刚进入联盟两年时间的他 仿佛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毕业生 职场竞争的残酷和现实生活的压力 还没有磨灭他的骄傲和理想 但是 等他经历了这个弱肉强食联盟的摧残 他就会明白 不风薄 不成活的道理 好在 现在的他一直在进步 以刚踏入联盟两年的时间来看 已经表现得很出色了 除了多次打破队史记录 还成为2020届第一个入选全明星的球员 所以 年轻的他 未来可惜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